大家好,欢迎来到巴塞罗纳机场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T2航站楼 巴塞罗纳机场有两个航站楼 而且两个航站楼的位置其实是比较远的 通过步行的方式是无法到达的 到达哪一个航站楼是由航空公司决定的 但是也决定了大家乘坐哪一种交通工具出行会比较方便 所以建议大家在到达巴塞罗纳之前或者是购买机票之后 就尽快关心一下自己到达哪一个航站楼 以便规划之后的行程 那么到达巴塞罗纳机场之后 你会不会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前往市区或者学校呢 看完这一集视频你就会得到相应的解答 巴塞罗纳地区的轨道交通主要分为三个公司 一个是地铁Metro 是一个红色的M的logo 一个叫另外一个是由西班牙国营铁道公司Renfe 经营的Ferganias 他在加泰罗纳地区的品牌是由加泰语书写的 叫Rudarias 它的logo是一个橙色的R 还有一个叫Ferganias 是由加泰罗纳亚地方政府管理的一个铁路 是绿色的 这个铁路的路线编号是以S开头的 也是大家前往学校必经的一个路线 下面我们就以T2航站楼为例 向大家展示如何从机场到达市区之后前往学校 刚刚我所提到的三家公司当中 有两家开通了前往机场的服务 也就是地铁和Ferganias Renfe 地铁的优点在于 它能前往T1和T2两个航站楼 如果你到的是T1航站楼 Renfe是做不了的 你又只能选择地铁或者是乘搭公交车 Renfe的好处是 它的占据比较长 也就代表着它更节约时间 每一站更久 可能做四五站的样子就能到市中心 但是它只到T2航站楼 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所到达的地方 来合理地选择交通的规划 我现在所在的是T2航站楼 所以我就在这里搭乘Renfe前往市区了 这个地方非常好找 在机场里有一些显著的提示 跟着指示牌走 看到这个牌子 走到底之后 跟着箭头上楼 就能到Renfe的火车站了 在火车站旁边就是地铁站 每次从机场出来之后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桥 跟着这个指示牌走 然后经过这个走廊就能到达火车站了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视角 可以看到机场的全貌 我现在就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了 这个过道还是挺长的 可能要走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因为机场跟学校都处于巴塞罗纳的郊区 而且位于不同的两个方位 因此要前往学校的话 我们也必须先前往市中心 Renfe前往市区的话 特别是前往嘉泰广场的话 我们是需要在SANS进行一次换乘的 感谢观看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SANS火车站了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达成到 刚刚所提到的城汽铁路 我们还能达成高铁 前往西班牙的其他地方 甚至有去法国的火车 我们就在这边换上去加泰罗尼亚广场的火车 我们就到加泰广场了 第一步刷卡出站 然后看这个指示台 我们跟着这个方向 Brona de la Universidad这个方向 有一个FGC的小标志 然后就是我们要乘坐的铁路 我在这里继续跟着FGC的标志前进 中文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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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FGC铁路的入口 在这里是需要达成SR 先前往SALADEV方向 就可以到学校下车了 就是这位站台第一辆车就是 经过一些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到学校了 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交通方式 RENFE 地铁 SR 都是包括在青年交通卡里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了青年交通卡 再来乘坐这些公共交通的话 是不需要额外付费的 所以这样是一种最便宜的 从机场到学校的方式 如果大家觉得太折腾了 要转车两次的话 其实乘坐出租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预算大概在30欧左右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